這位台灣的體壇之光 目前在世界排名第九的 羽球一姐戴姿穎 在馬來西亞超級系列賽中 表現傑出 一路過關斬將 榮獲亞軍 而駐馬來西亞代表張繼平 也在賽後設宴 慰勞羽毛球國家代表隊成員 並在晚宴上宣讀 體育署署長何卓飛的賀點 我自己本來是想說 就過了第二場 我就已經應該要很開心了 然後其實沒有想到說 就是還一路這樣子打進到決賽 其實真的很出乎意料之外 然後也很開心就是 從第一天開始 就有許多大麻球迷 在幫我加油 就是在現場 目前世界排名第九 台灣羽球一姐戴姿穎 現在的心情 就跟身上粉紅系列運動山 一樣耀眼 因為他剛剛在馬來西亞的 超級系列賽中 有超水準演出 先連展兩大中國總子 世界排名第二的克星李雪瑞 以及世界排名第五的王世賢 然後在四強賽中 打敗世界排名第八的 印度女將塞納 但在決賽時面對 泰國天才選手 因為自己失誤過多 不幸以14比21 15比21 直落二敗給前世界冠軍 泰國羅特查諾 屈聚雅軍 無法重演2013年奪得馬來西亞超級賽冠軍的榮景 在現場觀賽的駐馬來西亞代表 張濟平對於戴智穎優異表現稱讚不已 晚間張濟平代表也在四季村中餐廳 射宴款待為了這次參賽的國家代表的成員 張濟平表示 戴智穎的表現振奮人心 希望透過國際賽事的交流 讓年輕的羽球健兒們繼續成長茁壯 張濟平也宣讀了教育部體育署署長何卓飛的賀店 並將賀店交給戴智穎 我們的女子代表隊戴智穎選手 在這次的比賽可以說是非常的耀眼 表現十分傑出 過關斬將 能夠進入到女子單打的決賽 這次能夠得到了亞軍 戴智穎表示 接下來會繼續抱著享受的心情打球 盡力做到最好 希望繼續加強自己的優點 改進缺點 希望在奧運比賽中打出好成績 為國爭光 台灣文靈勢 張國豪 馬來西亞吉隆坡 採訪報導